作词 李宗盛 陪着我度过满满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能的女子 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正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精神的字 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你别跑啊 你装着我托子这么紧 我怎么跑啊 开心吗 嗯 那我今天的价值没带走 我还以为你明天会放我哥子呢 我会吗 这两天啊 你情绪特别不稳定 要么就是避而不见 见了面影后呢 还不耐烦 怎么了 我可能是最近忙忙了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 当我接了天下企业的班 我就好好陪你 哦 那你要是再晚一两个月接班 这一两个月你都不理我 怎么会呢 哎 拍张照吧 好 来来 一 二 三 让我看这儿 嗯 算了 每个月都好看 你随着我 我用它做我的电话桌面 哎 唐唐董事长 你不怕别人笑话你 哎 我怕什么呀 你是我的未婚妻 我巴不得全天下的人 都羡慕咱俩 要是能在这么美的海边 拍婚纱照 该有多浪漫 是啊 碧海蓝天 帅哥美女 嘿嘿 我还真想不出来 有什么比这更绝配的 对了 爹地说 让我们半年以后结婚 会不会太快 怎么会 我原本打算更早一点 把你取回家呢 但是 伯父说半年就半年吧 可能他希望我这段时间 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或许吧 先拖上个半年也好 省得给何晓南 倒断的机会 嗯 那既然半年以后就结婚 有好多事情要准备呢 是啊 没关系 你忙你的 这些我来准备就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好像 非我不可啊 有什么事啊 向你求婚 哎呀 其实这种形式上的东西 不太在乎了 真的吗 那能省则省 所以 就 有也是可以的啦 你做个经验吧 你欺负我 我哪敢 在没定量以后 才能不坚持 莱莱 你把远在美国的父亲 千里迢迢地请回来 让天下棋业 气死回生 我在医院里面 跟死争拔合 是你不眠不休地陪着我 以身相许 才让我又重新地活了回 天下棋业跟我 都因为你而重生 我不只要去 我更会好好待你 同你 我要让你成为天下 最幸福的小女孩 你的家屋属于她 欺骗自己 同情自己 偶尔恨自己 爱不就自私 不然就变着羞 喂 伯父 好 我明白 那我明天去办公室跟你说 嗯 再见 爹地找你干吗 还能干吗 让我别背着他做坏事呗 哎 我爹地怎么知道咱们俩在一起啊 我怎么知道 忘了带饮料了 好吗 走 穿鞋 我带你吃冰银 好 欢迎光临 好好好 这是竹竹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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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临 光临 还好 没有迟到啊 怎么还喷呢 这这 你这什么表情啊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一瓶一千多块钱呢 这一喷就是几时 刚才我到洗手间的时候 这个味道跟着差不多 不是啊 我告诉你啊 这有钱人的眼睛 都是我上看的 苏海峰的太太 比他还要有气派 怎么得把架势摆出来呀 一会儿他一进来这么一闻 就知道咱们的实力了 我就不用多废口识 跟他讲话了对吧 我这叫做用心良苦 老婆 这边 欢迎光临 来来来 请请 坐这儿 坐这儿 好 老婆 坐这儿 请坐 小心一点 苏夫人真是漂亮 坐坐坐 坐坐坐 好好好 来 我帮你介绍 这位是姜玉峰 孙夫人好 是沈万海朱蹄加盟店的负责人 你好 这位是她的父亲 是姜伟 你好 你好 可以点菜了吗 店店店店店 好 店店店店 好 店店店店 好 店店店店 随便点啊 什么好吃 喜欢吃什么 就点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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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们那位法国主厨配好了 审定时间 好 好 请问 请问每位的消费金额多少钱合适呢 要死了 说多了心里头低血 说少了 你叫人笑话 姑娘 这这这 等等 你说话呢 这最好的最贵的不要管钱 再来一瓶红酒 那产地年份有什么特别喜好的吗 这门大厨帮着挑吧 好的 好 等等 麻烦门开着 好的 怎么了 热啊 不是 我觉得空气不太好 嗯 怎么了 还是不舒服啊 不舒服也是让他刺鼻的相熟 有个熏出来的 海芳 咱们真的有必要今天晚上去跟他吃那顿饭吗 好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以后不勉强你就是 不是我的问题 你真的有必要跟这种档次的人交朋友吗 我没有跟他们交朋友 我是把他们当作投资的客户 他们手上有闲钱吗 我有赚钱的渠道 大家各取所需 各谋其力 你的意思是 非跟他们合作不可 不是要跟他们合作 你没有看见吗 他们把我捧得跟财神爷爷一样 硬是把钱往我这塞呀 其实我也不是看不起他们两个 他们父女跟何家有殷亲关系 和小南现在进了雷尸 本来就弄得人心惶惶的 俊贤现在是响甩甩不掉 你呢 自己倒往上贴 那你的意思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看他们父女两个 财迷心强那个样子 我就不相信 他们真的受得起 这大起大落的投资风险 生气了 我也就是 不想再跟孤和俊贤找麻烦 就穿皮鞋的 共享穿草鞋的 真的就是有理说不清 到时候你 好了 我知道你心里头 永远把孤跟俊贤摆在最前头 只要对他们有妨碍呢 我就得牺牲退让 你怎么这么说呀 我问你 俊贤还需要你担心吗 堂堂天下企业的董事长 雷晴天的准女婿 只要她开口 没有她要不到的东西 而我 到现在一点长进都别了 都到了这个地步 我还得为她牺牲 好了 我都懂 你说过的 你想在金庸理策里里面 搭写身手 不是我不服气 她有太多的关爱跟照顾 而我 就只有你 要是连你 都不能把我的理想跟报复 当回事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成天是在打拼什么 好了 如果你要我把他们的妇女俩 当成黑名单 那我也只得照做了 可是我 行了 别说了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我生命里除了你 没有更重要的人了 我不支持你 这是谁呀 怎么可能就轻而易举地被我赶跑了呢 你进 谢谢 梁先生好 好 俱协 坐啊 俱协 夫夫 山中传记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了 超前进度大概在八个百分钟 行了 搁那儿吧 待会儿我会慢慢地看 好 不好意思啊 夫夫 董事长有董事长的职责 以后工程的事啊 不必亲自来给我汇报 找个董工程的来就行了 没 蕾蕾有跟你提到结婚的事吗 提了 您说希望我们半年以后完婚 有什么想法吗 我 都好 还是看您的意思 有想法就得要提出来啊 我 我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 这边的嫁起风俗都不太习惯了 也不太清楚 比如说像你们家吧 结婚的时候要有什么规矩 那咱们得事先讲清楚 得多提醒 免得到时候弄笑话那就不好了 对吧 对吧 我跟你说话你听到了吗 对不起 伯父 我美梦成真 反而有点腾云下雾的感觉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形容 激动的心情 结婚呢可是一辈子的事啊 别忘了啊 你曾经讲过的话 您放心伯父 我不会忘了 我真的很感激 您对我的观察只有半年 我会好好珍惜这个机会的 现在我得提醒你一个观念啊 当初我跟你说过 这个投资跟情感是两条路 现在我得更正过来了 这情感跟投资 有可能走到一条路上去 对啊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伯父 我先把资料留在您这儿 等您有时间再看看 我先告辞 好 杨先生慢走 董事长 联系 请你进来一下好吗 是 对不起 您倒我的路了 请进去 请进去 董事长 你找我 坐 你觉得杨俊贤这个人怎么样 没关系的 我只是想听听你的直觉 所谓旁观者心当局者迷吗 想听听你旁观者的观点 只是几面之缘 就这几面之缘啊 评论起来才会客观嘛 董事长 雷雷订婚 已经好一阵子了 是啊 接下来 就要办婚事了嘛 要真的是我老眼红花 头脑不清的话 也许现在还来得及呀 对吧 Nancy Nancy 没事 实话实说 说说看 只要一句话 一句话就能置他于死地 替宝宝报仇 Nancy Nancy 我其实只是想 听听你的直觉 因为 你们两人年龄很相近 不好意思很猫猫地 问你一句话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爱上杨军些吗 我 我只知道 她对山中传奇这个项目 挺投入挺认真的 真的不太方便 做其他的评讲 至于您假定性的问题 我也没有办法回答 我只知道 在雷雷的眼里 她好像没什么缺点啊 董事长 对不起 我好像没帮上忙 没事 不好意思 你去忙吧 为什么不说实话 为什么不把纠结在心里头 恩怨情仇和盘托出 我在怕什么 继续隐瞒下去 不就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了吗 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啊 有什么好消息啊 我麻烦你下次进来先敲门 总有一天我要被你吓死 好好好 下回注意啊 我告诉你好消息 苏海峰来电话了 真的 他说什么 我们的财神来了 三百万的 而且这三百万不是往股票里面丢 是和我们合伙炒房地产 炒房地产 是啊 跟股票不一样啊 股票是今天涨明天烙 可房地产就不一样啊 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楼盘啊 而且人家有消息 知道这块地马上就有人认购 这么好的事啊 那不等于天上掉线饼吗 这么好赚 他干吗不自己赚 要把好处分给我们呀 你看看你看看 你又来了 你上一回你就是这个心态 你少挣了多少钱哪 一封 人家都说吃一欠 那你长一致 你怎么就不接受这个教训呢 就你这么做小气 你还要租大办公楼 还要当大款 那么大善干什么呀 这是在沈家猪蹄店 你身旁外边的人 不知道咱俩在干什么呀 行行行行 我告诉你玉峰啊 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 这回你要是再把财神爷赶出门去 我告诉你 江家的祖宗都不会饶过你 好好的 提什么江家的祖宗啊 那我要不说祖宗的事 你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严重性 那你答应他吧 废话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钱给人家呀 你急什么呀 能不急吗 我这 这么大钱哪 上回你不是说要加码吗 我好不容易才把这个事情搞定 三百万不是三万块钱 我总得从侧面了解了解吧 了解 那找谁了解 你别管 我只有我的办法 要是连你 都不能把我的理想跟抱负当回事 那我真的不知道我成天是在打拼什么 舒服人 舒服人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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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人 坐坐坐 不好意思啊 刚才是不是太大声了 我这中提店里边呆多了 一会儿招呼客人 一会儿又喜欢伙计 不好意思啊 那个一时还改不过来 没事 给您点的蛋糕还有咖啡 您看合不合您胃口 谢谢 姜女士你今天找我来是 没什么 就是想您了 想跟您聊聊天 聊投资吗 舒服人 您真是太厉害了 一眼就看出来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怎么不直接问海风啊 苏董人那么忙 我怕多问希望的 太嫌烦呀 那毕竟咱们俩都是女人嘛 女人之间比较好沟通呀 你想知道什么 我呀 我就是 上次跟苏董见面的时候吧 时间太紧了 然后 就只给了他二十万 不好意思 麻烦你说重点 你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 非要让我出来一趟 应该不只是为了二十万吧 那是那是 那个 苏董呢 让我再加码 加到三百万 跟他一块炒房产 你是想问我 房产能不能炒 三百万 好像不是个小数目 哎呦 钱这方面您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沈家朱蹄 一家加盟店的加盟费 就是五十万呢 赚钱不容易啊 三百万不是比小钱 当然得谨慎考虑 所以嘛 今天就把您请出来了 哎 不过苏董说过了 这个投资越大 回报率也是越大的 投资越大 应该是风险越高 三百万要是抓住时机 一下子赚个几十万 应该也是不成问题 几十万 是啊 一眨眼就赚几十万 那我多眨几下眼睛不就 但是要是赔 也是一眨眼的功夫 尤其是炒房 住屋子里的人等着补偿 买房子的人等着转手 谁知道这破屋烂瓦下面 藏的是黄金还是粪土 我们赔得起三百万 不一定人人都赔得起这个数 所以我时常提醒海峰 自己玩玩可以 没必要提着人头帮人家担风险 没那必要对吧 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你别把我的话弄烦了 我不是说您赔不起这三百万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吧 怎么好像千分百计的 想把我给吓跑了 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这手捧鸡蛋走路滑 我得小心评估之后才决定对吧 好了不好意思 我公司还有好几个会 适配了 那百忙之中抽雾 您用了这么多时间 谢谢啊 谢谢苏夫人 没事 那再见 再见再见 是怕我赚钱了还是怎么着 怎么老提风险 不提获利 口门 是是是 丑蒙您看得起 能够跟您合作这么大的项目 你还真是女众豪杰豪气甘云啊 一口气三百万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啊 为了我老公和孩子嘛 那手脚快点 才不至于又措施良机 您说是不是 是是你说的对 你处处替你老公着想 改天有机会我认识他 非得好好夸夸你不可 我跟您夫人比啊差远了 刚刚我们还一块喝过咖啡呢 我请的 你找我老婆喝咖啡 谈草房啊 没有 我们两个啊 天南地北的论坛里头 居然找钟晴探口风 那我就再吊吊你胃口 苏东 苏东 我看草房的事 还是缓一缓好了 您刚刚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怎么突然又变卦了 我老婆不大喜欢 我帮人家草不动产 回头我得先问问她的意思 才能再答复你 好吗 好好好 那我等您电话 好 等我电话 好 我不想再跟你说什么了 杨俊仙 我不会去的 雷董长办公室您好 何晓南 你以为你手机关机了我就找不着你吗 你一会儿不散了到底要干什么 我说了我不会去的 就是一块吃一顿中午饭 大庭广众之下 我又不能把你怎么样 不跟你吃饭不是因为我怕你 我已经说了一清二楚 没有必要再见面呢 你觉得你说清楚了 我没听明白 那是你的问题 我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 再解释 等你长大 等你看笑吗 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我要挂了 你等等 何晓南 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那我可以去你住的地方等你 或者 我现在就去雷市 咱们好好谈谈 董事长就在办公室 你要来我也无所谓啊 何晓南 你就这么忍心 把雪玲玲的真相 摆在雷董事长面前吗 还是我去把雷雷叫回来 咱们四个人一块儿抬 杨俊仙 请你不要太过分 那你就听我的 咱们出来 私下里把话说明白 你说吧 在哪儿 杨俊 麻烦你进来一下 请进 董事长 嗯 那行 麻烦你啊 待会儿这个影音十分 下午开会要有的 哦 是 是 杨俊 中午想吃什么 要不要一块儿去 对不起董事长 嗯 我中午有约了 哦 我是担心你了 每天吃饭喝可能营养不够 既然有约那就算了 下个再说吧 啊 谢谢董事长关心 我会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会让自己再生病了 啊 不好意思 这个资料一会儿打印好 给您送过来 好 对 好 好 太咸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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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伤极无辜你知道吗 请你不要跟我提 伤极无辜这四个字 要说伤极无辜 我还不到你的十分之一 我对雷雷真情实感 没有半点虚假 我怎么就伤极无辜了 你处心积虑地进入雷氏 一心讨雷氏妇女的欢心 利用他们的单纯善良 来满足你报复我 这个潜伏的罪恶私欲 你为了报复我 把他们所有人的幸福 都搭进去了 你这不是伤极无辜 你这不是什么 杨俊仙 你真的很可悲 我可悲 笑话 可悲的人是你 是你到现在 还没有办法走出 离婚的阴影 老把自己当成受害者 把悲情的帽子 扣在我脑袋上 不止雷青天跟雷雷无辜 连我都觉得我自己 很无辜你知道吗 你无辜 那孩子无不无辜 被杀死的孩子 他就不无辜吗 什么孩子 谁的孩子 我的孩子 也是你的孩子 被他亲生父亲 亲手杀死的孩子 难道他就不无辜吗 你说什么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胡说八道 杨俊贤 你麻木不仁 到了这种地步 尽用大脑好好地想一想 我不顾颜面地 跑到你跟雷雷订婚现场 为的是什么 你说 你说 你说你 可是你并没有 就在那天订婚现场的楼梯口 你使劲推了我一把 推掉孩子出生的权利 也彻底摧毁了我作为母亲的权利 是你 就是你 你这个冷血无情的杀人凶手 亲手杀掉自己亲生骨肉的筷子手 我不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乎 不行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当时 我当时只是以为 那是你要求复合的一种说辞 你也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当时我妈那个样子 我只是想赶紧结束那场闹剧 是 是你的闹剧 却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剧 是无辜孩子最无奈的惨剧 他无辜到无法哭泣 无法伸松 无法抗议 无法向你求饶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当你风风光光地站在礼堂上 接受众人喝彩 祝福的同时 我一个人在大街上 脚天天不夜 脚地地不灵 我想尽所有的办法 却仍然无法挽回孩子的生命 严谨心 严谨心 你可能不知道吧 你的奢华亮丽的订婚典礼 也是你们杨介亲生骨肉的藏典 我爱了一个世界 却换了灰烬 你的绝情终埋 所以我得报复你 不但师出有名 而且还名正言顺 我无法再助你幸福生活 因为我必须为我的孩子报复 晓岚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为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 你也看到了 那天的现场 大家都以为 你是来诚心来捣乱我的婚礼的 你以为 你妈以为 大家以为 你怎么不能拿自己的理智 好好地分析一下我 我爹你有耍过无赖吗 对不起晓岚 对不起晓岚 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对不起晓岚 我竟然失手 害死了我的姑娘 再多的悔恨 也无法挽回孩子的手 晓岚 不要再跟我道歉了 我也不会接受你的道歉 如果你真的心里有愧 就别再继续作念了 好好想想 该怎么为自己赎罪吧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很简单 离开雷雷 就此作罢了 马上离开雷家妇女 小乃 小乃 事情已经这样了 咱们就别再拖其他无辜的人 下水了好吗 雷雷那么天真无邪 她对我死心塌地 对你全心全意地信任 你怎么能忍心残忍地打击她 让她滴入痛苦的深渊呢 她离不开我 跟着你才滴入痛苦的深渊呢 长痛不如短痛 她顶不住我 她顶不住我 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理由 能跟她解除婚约 她没有办法接受的 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你吧 你没有办法接受 才刚刚坐上董事长的宝座 就立马被拉了下来 你无法接受跟荣华富贵 功名利禄就此告别 所以你才不想放手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雷雷 是为了权力跟金钱 你个自私自给的小人 为君子 不是 不是你说的那样 不是 也许你认为我说的都是无稽之谈 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罪行的借口 可雷雷深爱着我这是事实啊 这个时候 我要是跟她提出分手 一定会对她造成无法想象的伤害 你要是真的关心累累 就别逼着我跟她分手 在这件事情上 她什么都不知道对她最好 不可能 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 你不可能瞒她一辈子 对啊 对啊 就是因为瞒不住 所以你才要离开雷氏集团 办不到 小美 你不退 我不让 难道咱俩就这样将着吗 好 这么早 谢谢 谢谢 董事长 你好 你们俩怎么会在一块儿 不复 杨先生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谈 约了好几次了 我想再不复约有点说不过去 可是来了半天 好像也没有说到重点 杨先生 你约我出来到底要谈什么呀 诺不甘心 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 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没有风雨多得过 没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地牵你 你的手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也许牵了手的手 前生不一定好走 也许有了半的路 今生还要更忙碌 所以牵了手的手 来生还要一起走 所以安心地牵你 没有岁月可回头 也许有了半天的路 也许有了半天的路